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个原住民族的猎人在中华民国的管制之下 他要合法的受力要经过哪些程序 第一个他要拥有合法的猎枪 什么叫拥有合法的猎枪 首先他的枪支必须在警方核准的空间之内进行制造 然后呢他的猎枪有两个选择 做好之后第一个放在警察局 不过猎人告诉我们 放在警察局的猎枪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损坏 总是没有办法在需要使用的时候 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带出来使用 那如果你选择放在家里 好 那你就等于是警方的潜性的猎管单位 他一天到晚去你家 一天到晚骚扰你 一天到晚说你家的猎枪怎么样 你之前没有上汉打猎 然后你拥有了合法的猎枪 拥有了自制的猎枪之后还不够 你还要能够合法的狩猎 什么叫合法狩猎 你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前去提出申请 我今天要继续狩猎 我有几个人 我用几把猎枪 然后我要在我们申请的时间提前一个月 上一次被男主拔布鲁的案例就是这样 虽然他们已经合法申请 可是到了祭典期间 所有人都回来 枪支不够 临时多带枪支 这样子不被允许 那即使我提报了所有合法的申请 警方还是会埋伏在现场 还是会在你们登记的时间之内到现场去检查 你有没有猎捕到合法的猎物 什么叫合法猎物 就是不能猎捕到保育类动物 保育类动物是在保育谁 是在为谁而保育 大家都非常清楚 原住民族过去跟自然资源 跟我们的森林和平相处了数千年 有哪一种猎物 有哪一种动物在这个过程当中灭绝吗 难道今天 保育动物灭绝是原住民族的责任吗 难道在大规模的国家的开发 还有财团的开发之下 这些对七地的破坏 才是元凶不是吗 一个合法的猎人 他要进行合法的狩猎 他要捕猎到合法猎物 是一个多么漫长多么冗长的过程 今天对原住民族的长辈来说 他要怎么去符合这个过程 连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跟各位媒体朋友 我们要跟我们的国家对话 都必须使用中文 而不是使用我们原本的语言 那我们的老人家 他们怎么可能 他们怎么能够 我们怎么能够要求他们 去学习中华民国的法律 去学习中华民国的语言 来进行中华民国的申请 前面已经有非常多青年讲了很多 在这个判决书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症结在于 我们的猎枪 被判决书认为 这不是自制的猎枪 剪刀的猎枪 不是透过传统文化 而制作的猎枪 那请问什么叫 透过传统文化制作的猎枪 难道在法官的认定里面 原住民族就是必须拿着 原始的十字钢 然后穿着传统衣服 上上打列子才叫做 传统吗 那今天要列给母亲吃 不算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那请问什么叫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老人家的生活习惯 如果不是传统文化 那难道在光光光面前跳舞 在国家的庆典上面跳舞 这才是传统庆典的一部分吗 这才是传统吗 接着他还在判决搜统里面指出 部落的文化习惯 而且要在寿统前后搭配一系列的祭典跟禁忌 来搭配寿统文化 它是维系整个部落文化存续的功能 而不是像法官所说 它是在过去穷困的时代 必须靠打猎为身所进行的行为 最后 今天如果我们要让列项能够除罪 如果我们要让列人能够回家 这关键是什么 这关键是 我们必须要正式狩猎 对于原住民族文化保存的重要性 对于原住民族文化延续的重要性 今天原住民族的狩猎 它不是原罪 今天原本可以保障原住民族狩猎的原基法第十九 由于执法还没有定定 所以被枪炮弹药刀械管理条例 以及野动法给架空 今天如果要让我们的狩猎文化给重新找回来 我们要找回来的是部落的角色 今天部落的角色被架空 今天我们部落如何去管理他们自己 我们的部落如何规范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部落在前百年来的 殖民政策压迫之下 已经趋劲瓦解 今天如果我们要把受灵文化找回来 我们要把部落的组织给重建回来 我们要让部落组织能够在这个国家的行政体制当中发挥角色 因为部落才是管理自然资源的主体 因为部落它才是能够掌握山林的资源的数量 掌握我们猎物的数量的主体 今天山里面有没有动物猎人最知道 今天山里面的路径怎么走猎人最知道 今天怎么保育山林怎么治理自然 这个是我们的猎人最清楚不过的事情 就是轮不到我们的警察机构 就是轮不到我们的中华民国来智慧 最后我们不希望让猎人单独面对国家 我们相信在场的所有伙伴都不希望让猎人单独面对国家 对不对 对 我们不要让猎人单独面对国家 我们要求检查总长必须要主语提出非常上诉 我们要求检查总长整理期间 必须要暂缓执行务间 针对我们的狩猎权的保障 我们要求所有的政党还有立委候选人 我们要求我们现在的中党候选人跟立委候选人表态 第一个要保障原住民的狩猎权 就是要必须定立狩猎专法 第二个要保障原住民族的文化权 我们必须将原住民族的部落文化惯息给法治化 第三个要保障原住民族的土地权 我们必须把传统领域找回来 我们必须将传统领域法治化 最后已经延宕了十几年的原基法执法定定 我们呼吁必须尽速完成立法 以上原住民族今天的阵线 请问您在找个小课则说 seben初来说的是 我们对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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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a